我们一般人 大概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 做梦的时候 梦中境界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有这个现象 不是没有 但是有的时候 我日上白天没有想 晚上也有现象 所以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不能说它错 也不能说它全对 那么也有人说 梦是 勤意识 起作用 在睡眠的时候 我们不能控制 勤意识 出现了 潜意识是什么 佛法里面讲 阿雷耶尼 寒藏着 一夕中词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不能控制 它就起作用 这也是一处 这也是一处 这个说法也不错 一时 在梦境当中 决定离不开 阿雷耶尼 那我们想想 我们现在这种实际状况 就等于做梦一样 非常相似 对佛在经上 常用比喻 梦幻 跑一 佛讲了四个比喻 实际上是讲一个 就讲做梦 其他的三个是陪衬的话 都不是实在的 那了解 梦的四世真相 我们对梦中境界 还会执着吗 了解之后 空的 假的 不能说它有 也不能说它无 那我们现实的生活 跟做梦 为什么两样呢 昨天事情过去了 能找得回来 找不回来了 永远找不回来了 明天明天还没到 聪明人 佛菩萨教过 活在当下 最重要的 就是当下这些年